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高兴今天来这里 跟大家结这个法源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般若心经》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我们今天 大家不管在这里 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共同的目的 就是大家都学佛 那我们今天先来理解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是学佛的 但是为什么要学佛 我常常觉得 不管是在家出家 那学佛一定要先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要学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学佛都要学些什么 第三个就是 学这一些有什么用 第四个问题就是 那我学了些什么 然后再接下去就要问 那我学佛之后 对我有什么用 我发现 中国的佛教徒 包括台湾的 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 汉传佛教自从明清以后 就是明朝清朝以后 那佛法开始走下坡 明清以后的佛法 佛教 基本上 那走路就是末流 末流就是 第一个 从理解经典 那么依着经典修行 开始慢慢走向 诵经 抄经 拜经 念佛 拜佛 持咒 那你有没有发现 当然 拜禅 做华会 这一些并不是说 它不是修行 每一个行为的背后 都有它的意义 只是 佛教的修行 之所以跟其他的外道不一样 最主要在于佛教 从阴下手 举个例来讲 那么 你经常肚子痛 经常肚子痛 一般人的解决方式就是 吃药 让肚子不痛 吃药让肚子不痛 止痛剂 睡不着觉 吃安眠药 让他睡得着 可是 这个 你说有没有效 有效 但是 它表面有效 有效 你知道 止动剂吃多了 伤胃 安眠药 吃多了 虽然睡得着 但是 它一样伤身体 这些 这些 这一些表面上 看起来 有效的 后面 有 后遗症 有副作用 那么 甚至久了久了 刚开始 半颗安眠药就有效 后来一颗才有效 后来要两颗才有效 那佛法呢 也是这样 那么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我十八岁开始吃素 我二十几岁就开始去做菩萨界了 举凡在家人参加过的 我几乎都参加过 我十八岁开始吃素 学佛 二十八岁出家 那么这十年中 朝三 短期出家 南传的 北传的 拜参 佛妻 禅妻 八观哉界 菩萨界 人做的我都做了 那那个时候 我们学习佛法 通常偏重在信 信仰 佛法有两个特点 就是一般大致论讲的 性为能路 自为能度 因为我们今天 要讲的是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讲的就是 能度一切苦恶的般若 好 那我们先来理解 佛法 跟其他的宗教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个 你要理解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学佛 假设 佛陀的加倍 保佑 加持感应 一般我们的 一般我们学佛 都重在这里 加持 加倍 感应 那么跟基督教 跟回教 我拜观世音菩萨 我念观世音菩萨 跟我拜妈祖 念妈祖 拜三太子 有什么不一样 我信基督 得永生 跟我念阿弥陀佛 得往生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些问题 很多人 不去管它 为什么 只要 让我能够变好就好 为什么会变好 能不能变好 当然我也不清楚 但是最好可以 希望可以 所以我常常觉得 佛教徒 不管在家出家 都在期望中过生活 都在祈祷中修行 几个例 以前 几个例 比如说 那么 我妈妈生病 假设 那么 我妈妈生病 可是我们 当然在看医生 可是很危险 那很危险的时候 我们会害怕他 害怕 害怕失去妈妈 家人也一样 那我们 我们通常会做的 我们会通常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那引起我们身心的 恐怖不安 痛苦 那佛法是离苦的宗教 解决问题的宗教 但是大部分人的解决方式 跟外道一样 就是 你基本上 你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 念释迦摩尼佛 念可兰经 念玫瑰经 念药师经 基本上 没有什么差别 那个心态 那个解决的方式 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什么 期待 期待 用我的虔诚专注 期待 我所信奉的神 我所意念的菩萨 能够看到我的虔诚专注 那么 慈悲我 射受我 那么帮我消除 我应该要受的苦 或是帮我解决 我可能会受的苦 我祈祷 虔诚专注的祈祷 祈祷之后 我就期待 产生不可思议的感应 是不是 我们都是这样 我以前学佛也这样 就拜 那 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真的有感应 那么感应呢 我们就对佛法产生信心 佛教有感应 其实感应的东西 所有的宗教都有 佛教没有特别感应 佛教的感应 真正的感应 就是 喝了水 能解渴 吃了饭 肚子不饿 那这个是怎么意思呢 这个叫做 宪法热助 他解决即时即刻 解决你的痛苦 而且不用期待 不用祈祷 你知道如是因就是如是果 你去喝水的时候 口渴 你自然而然去倒一杯水来喝 喝的时候 喝之前你不用念 南无阿弥陀佛 喝完之后你不用喝下去之后 你不用祈祷 这个水能解渴 是不是 是啊 那佛法是从因到果 如是因就如是果 你是非常的肯定 我这一杯水喝下去就能解渴 好 那现在我们念佛 我们诵经 我们拜参 你有没有信心 我念完这部经我的问题就解决 没有吗 你期待它解决 但它不一定解决 最好能解决 假设不解决呢 一定是我的虔诚 不够虔诚 一定是我的业障中 一定是菩萨没有听到 一定是菩萨还要在试炼我 然后讲了一些甚至很阿Q的话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只是为了让我成长 我告诉你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没有办法稍微解决我们的痛苦 有 但是之后呢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 实际上是这样子 我告诉大家 我以前也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们慢慢学习佛法之后 发现佛法不是这样子 以前我去潮山的时候 那个潮山啊 那从山下 三步一拜 三步一拜 以前 现在我不知道啦 以前 反正佛教有的些什么 我们都去啦 就很拜 拜了一个多小时拜上去 拜到最上面的时候 那个师父就拿一个香板在上面 拜到上面 他就在那边 一个人打一下 你打太小下 你就觉得师父不慈悲 第一次被人家打 希望人家打大力一点 为什么 越大力 越胀消越多 那为什么 以前我们这种观念啊 以前是这种观念 那么念金刚经 我以前每天念一卷金刚经 那为什么念金刚经呢 现在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人念金刚经的 有没有 有 举手我看看 好 念金刚经 好 那么多经 你为什么要念金刚经 来 讲看看 我们讲嘛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那么多经 你要念金刚经 你念无量寿经 念地藏经 念浦门瓶 各有各的需求 好 那我们其他不讲 我们就讲金刚经 好 那你念金刚经 你为什么念金刚经 来 讲个金刚看 为什么要念金刚经 因为金刚有波罗 两个字 金刚又很好听 金刚波罗就想念这部经 念金刚波罗 波罗蜜多经 是因为他很好念很好听吗 很大的因素这样子 然后也希望获得那个波罗 是 大部分念金刚经的人都喜欢 因为念了金刚经有智慧 对不对 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有的是因为说 听说金刚经比较感应 比较有功德 功德比较大 然后念金刚经的 好 那不管 现在 大部分的人像我也是一样 我为什么念金刚经呢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智慧 所以 而且 我觉得 以前啊 我刚好拿到一本金刚经感应录 念金刚经这么感应 还不赶快念 就觉得 哇 甚至我看那个 金刚经感应录里面 一只牛 吃了那个金刚经的那个子而已 它下一辈子就有智慧 单单把金刚经的子吃进去就有智慧 哇 那我念了还得了 好 那 这样的观念其实 在我们这个佛教徒里面 其实都是这样 我刚开始念金刚以前 其实 我是希望自己有智慧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因为剥裂就是智慧 好 那我们先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问题 以前我念金刚经 后来金刚经念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智慧好像 也没什么长进 为什么 什么叫做智慧 来 我问看看什么叫智慧 什么叫智慧 我们问后面的局势 什么叫智慧 你认为什么叫智慧 聪明 聪明 没关系 你讲错不会罚钱 你认为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智慧 所以事情看法有比较超然的看法 比较有超然的看法 那你认为什么是智慧 放下执着就是智慧 放下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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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境界越来越深 那你认为什么是智慧 不知道 不知道是更高的智慧 佛法就是无所得 哇 你这个智慧更高 什么是智慧 没关系 我告诉你 我们要把心里面的看法 直接讲出来 直信就到场 你知道什么就讲什么 是其实不用怕 不用怕人家笑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人家笑 其实常常都是 人家没有笑你自己就先笑 自己先笑自己 好 给小朋友 小朋友 什么是智慧 我看我问到头 也没有人要理我 好 这个就牵测到佛教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要智慧做什么 我们要智慧做什么 没有智慧不能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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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智慧 圣元宝师讲过一句话很好 智慧就是什么 对不起烦恼 对不起烦恼 那我们看 因为佛法 佛法叫做灭苦之道 佛法是灭苦之道 释迦牟尼佛有讲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苦 有哪些苦 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那么从我们 拥有之后就有这些 那么总说 意思是这样 有这个身心叫做五蕴赤身 无常向朋友在烧 这个五蕴身心 叫做五蕴赤身 五蕴赤身就是这个五蕴身心 无常变化 像火一样不断在烧 那么它就有所谓生跟死的问题 生死当中一定会经历老病 那么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愿正慧爱别离 跟求不得 写的不好看 没关系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因为世间有苦 总说是这几种苦 七苦 再加上五蕴赤身 我们会讲八苦 总说因为有苦 我们才需要解决 你因为有病 我才需要看医生吃药 我如果没有病 我不会去医院观光 然后看医生看好玩的 不会 我因为有苦 我才需要智慧 我因为有苦 我才需要智慧 我没有苦 我需要智慧做什么 所以智慧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解决我们的痛苦 那佛法 佛法有三个层面 预防没有的痛苦 预防它会出现 预防痛苦的出现 痛苦已经出现了 我们想办法消除它 灭除它 如果没办法灭除呢 至少要把它控制 不要让它恶化 这个就是调伏 所以 所以我们基本上学佛 不是所有的苦都可以马上消除 没有 就好像不是所有的病 吃了要马上会好 有的要吃三个月 有的吃一个礼拜 有的要三年 骨头断了至少要半年 那么所以 不是所有的苦都可以马上消除 那么甚至有些苦 没有办法消除 只能控制 比如说老病死 病可以啊 老跟死没办法 一定要老一定要死 老没有那么快 死没有那么早 这样而已 那么死死到哪里去的问题而已 怎么死的问题而已 死一定要死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控制 那么延缓 减轻只能这样 那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呢 可以 可以尽量减少预防 可是佛法 佛法从因上讲 就是说 你如果要解决痛苦 你必须 知道痛苦怎么来的 我常常说佛法就两件事 佛法就讲两件事而已 第一个 我们的痛苦是怎么来的 第二个 这些痛苦要怎么样消除 佛法就教我们这两件事而已 那 只是 这个苦 有现世的苦 来世的苦 跟什么 轮回的苦 有这三种苦 那么现世的苦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生命上的悲哀 老 病 死 谁都没办法避免 我们一定要经历 只是现在可能还轮不到我 生活上的无奈 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 很奇怪 我不喜欢的人偏偏跟我在一起 离都离不掉 我喜欢的人偏偏不能在一起 求都求不来 我要的偏偏都没有 我不要的偏偏又很多 就好像 正在赶时间的时候 那公车都停很久才来 有时间慢慢等的时候 公车一搬一搬来很快就来 奇怪这种事情就真的就是常常这样 那我们会发现到这个世间充满痛苦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会去管 痛苦怎么来 只是 不断去要求要解决这个痛苦 只要能消除痛苦就好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消除就好 所以以至于导致有非常多的宗教 就好像 这一个 这一个很多人 年纪大了 骨头退化 那么常常有退化性的关节炎 那这个菜市场里面 菜市场有那种卖药的 这个一铁切下去马上不痛 然后他就觉得吃下去真的有效 吃了不晓得挤铁之后 因为他那个都有肋固醇 喂 出血了 好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 我们的修行方式 有一点点像是这样 那要解决痛苦的方式 不是从阴上下手 佛法 叫讲四地 四地是什么 苦 疾 灭 道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不能离开四地的方式 苦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啊 亲子关系 儿子不孝顺 女儿嫁到不好的人 父母亲生病 兄弟不和 家庭不如意 事业不能发展 反正太多问题了 那我们通常都怎么解决 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怎么解决 你怎么解决 第一个 自己在家里送金吗 以前 以前 我爸爸生病的时候 我希望他病赶快好 我用什么方式 我也送金 送金之后回向 祈祷他赶快好 我们都是这样嘛 方愿跟我爸爸赶快好 我送一百部金刚斤 够了吧 那那个时候我不是 那个时候我特别发现 因为我爸爸 就是生病起来很严重 那一看又看不好 如果医生可以看得好 那就看医生就好了 对不对 问题是医生看不好 查不出病因 可是看得到他在痛苦 但是医生查不到 那怎么办 这个我们佛教徒就说是业障病 是不是 所以我常常讲 佛教徒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什么不好的都推给 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害的 所以解决 解决痛苦就是要解决掉冤亲在主 可是佛法 不是说把他杀掉 没有 把他送去到一个 他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们的地方 就把他超度走 是不是 所以 我们的方式就是 写牌位 超度冤亲在主 是不是 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 但我问你 这是佛教的吗 这是佛教的吗 你们认为 你们跟谁学的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跟你讲 佛没有这样教 但是以前我也这样做 不够 而且怕一间寺院 威得力不够 多参加几间 有没有 都是这样 尤其在亲人往生之后 看哪一间威得力比较大 就去参加 没有参加 那么怕小牌位 威得力不够 有钱些大牌位 好 那我们现在要说 佛法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学佛 因为我们有痛苦 我们想消除痛苦 所以我们学佛 那佛法 佛陀教我们怎么解决痛苦 佛陀教我们怎么解决痛苦 苦 一定要查明苦的原因 我刚才不是讲吗 佛法就讲两件事 第一个是什么 我讲了马上就还给我 痛苦是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我们的痛苦是怎么来的 第一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有痛苦 不可能没有 只是大苦小苦而已 现在已经来了 现在还没来 以后会来 脑病死嘛 那么所以我们一定会有苦 那么现在是 第一个问题 痛苦是怎么形成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佛法在理解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对 对 痛苦 这种痛苦 要怎么消除 我们不就是为了要解决 我们现有的问题 跟将来的问题 我们才学佛的吗 不是吗 是啊 那么所有的宗教都不离开 离苦得乐 道家叫做趋吉避凶 好 我们是因为这样来学佛的 那我们说过 好那我现在问你 痛苦怎么来 我们为什么会受痛苦 为什么会有苦 痛苦怎么来 好 爱执着 还有没有 起烦恼 好 我们随便讲一个就好 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 不是有生死 不是有生死 所有的苦都从生死来嘛 对不对 这些苦 都从生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死 生跟死之间一定有老病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好 那么我们就讲 从旧境上讲 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为什么会有生死 我们为什么会有轮回 为什么 为什么 蛤 对 因为有业力 那什么是业力 来 我们问一下 什么是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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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力 我看佛教读常常在讲业力 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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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业 造作 业力 这个业力造成来自的果 你这样讲很明显就是你常常在上活学课 什么是业力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业力 业力 什么是业力 用白话讲 因为我们上了太多佛学课 那么很多佛学名像 一下子就讲出来了 那当然也不是错 只是一般人也听不懂 业力 业力就是我们的行为 这个行为里面跟观念 我们的行为跟观念 行为跟观念在印度里面来讲 就叫做生 口 意 生跟口是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 背后决定他 善跟恶的一个中心是观念 我们因为有错误的观念 那么产生偏差的行为 才造成我们痛苦的结果 那么这个业力就是观念 观念跟行为 产生的潜在影响力 这个就叫做业力 那么业 业有分 如果从他出生的 出生的就是他产生的地方来讲 就叫做生 口 意 我们唱尾句不是都这样类吗 往昔所造诸恶业 过去所造的业 皆有无始什么 贪嗔痴 贪嗔痴就是 我们受苦的原因 它就是烦恼的总称 叫贪嗔痴 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有恶业 那恶业是什么 总说叫做烦恼 那烦恼是什么 具体讲叫贪嗔痴 从生 那怎么出来的 从观念跟行为 从生 从口 从意 从生与意之所生 你看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每凡做 你每凡 做一件事 一个行为 一个动作 那么你这个行为 你这个动作 它背后如果是 有心的 故意的 那么业 就会比较明显 比较决定 比较有力量 如果你是无心的 不是故意的 甚至你不注意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 这个业也有 但是它的业 就比较轻 它叫做无忌业 那有的话 你是好心的 它叫做善业 你是不好心的 它叫做恶业 那么善业 就有善报 恶业 就有恶报 无忌业 比较不受报 但也不是完全不受报 还要看它产生的影响 好 那么 我们回头过来讲 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 因为我们有业力 那为什么会有业力 因为烦恶 因为烦恼 动发 生口 偏差 错误的观念 引起偏差的行为 造成痛苦的结果 形成恶业 这恶业 成熟 受报 就会造成痛苦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 找到原因了 生死怎么来 因为 因为我们有业 你 不管你是善业 恶业 你生到天上 到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还是 色界的最高天 那三国的圣者 但是他一样有业 一样有业 他还要再一次生死 那么 不管 你是什么样的业 只要有业 只要有业 你就会有轮回 那业 是怎么来的 就是从烦恼来 那烦恼怎么来的 烦恼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起烦恼 我哪里知道 他要起 他就起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我们常常会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 很奇怪 我不要他这样 可是我自己就这样了 我告诉我自己不要 但是他就讲了 我告诉自己要忍耐 他忍不住 常常会这样 我也知道 诚心不好 是不是 我也知道要慈悲 可是对这种人 我就慈悲不起来 他就自然而然起称心 这不是我的错 是不是 我告诉你 这个是很常见的 我以前也这样 不对啊 那我叫他不要起真心 可是他起真心 那到底谁是谁啊 烦恼怎么来的 那我们如果有读佛学的 我看这里应该有很多人上过佛学 那么很自然的就 缘起 十二缘起 无名缘形 行缘事 事缘名色 名色缘六路 六路缘处 处缘缩 缩缘爱爱缘起 起缘有 有缘 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好 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追究到前面是 什么 好 无名 那我问你 那什么叫无名 什么叫无名 没有智慧 那什么叫智慧 我看我上来坐一下 走来走去也是会酸 什么是无名 无名当然就是无知 没有智慧 那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什么 不起烦恼的能力 除了不起烦恼 但是 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就是在启发大家的智慧 智慧啊 基本上 简单的讲 因为智慧是 不起烦恼 它是拿来用的 就是 主要是让我的烦恼不起 可是 你怎么可能说不起就不起呢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我知道 称心不好 我也告诉我自己 不要起称心 但是见到这个人 听到这个话 我的称心 已经克制不住 你不是有智慧吗 你不是知道 已经知道烦恼 知道称心不好了吗 你不是也知道 称心会造成痛苦吗 你不是也知道 要用慈悲来对峙称心吗 可是 为什么没有效 你们没有效 你们没有这种经验吗 有啊 为什么没有效 这个问题很多 我们慢慢来讲 那我们刚才讲 刚才讲 学佛 第一个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做什么 离苦吗 因为我们有苦 我们先确定这 因为我们有苦 我们有痛苦 如果我们没有痛苦 其实我们不必要学佛 如果 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 不是我说的 如果世间没有老病死 佛不会出现在世间 佛出现在世间 就是要解决老病死 那么生老病死之间 会有应尽会爱别离求不得 有种种的痛苦 所以 生到天上的天人 没有什么痛苦 他也不太学佛的 越高的天 是八难之一 他没有危机意识 他一活就几千年 不老不病 他会死 但是离死很远 所以他基本上 不用学佛 没有想到要学佛 现实生活中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没有运政会 没有战争 没有饥荒 没有病苦 天人不是像我们会老 没有 他是五衰向线 他的老不是像我们 牙齿掉了 头发白了 走不动了 花生咬不动了 不是这样的 他是五衰 平常不太流汗 现在流汗 头上有一朵花 这朵花不会枯萎 现在枯萎 坐在椅子上 坐不住 对我们来讲 这哪有什么问题 可是他们就是要死 他们老是这样子 叫做衰向 福报不现 但是天人 只有到要死之前 才稍微会害怕 可是那么长的时间 他没有什么痛苦 所以天人不太学佛 就是这样 那我们人 我们这个人世间 好就好在 我们没有那么幸福 没有那么幸福 也是一种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你会想要离苦 没有那么幸福 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你有危机意识 你会想要离苦 你会丧尽 而且会解脱 就尽离苦 为什么要学佛 那么我们讲 就是因为要离苦 痛苦从哪里来 从夜来 夜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烦恼从哪里来 因为没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讲 波罗波罗蜜 所以导师也是这样 波罗度一切苦恶 问题是要解决 现实生活上的痛苦 生命上的痛苦 生活上的痛苦 我们为了解决这些痛苦 预防这些痛苦 所以我们要学佛 那么我们刚才讲 大部分人解决痛苦的方式 都是祈求 祈待 虔诚的 专注的祈求 然后祈待 奇迹发生在我身上 这不是佛教的做法 我们说过 佛法 你口渴 你现在口渴 佛陀告诉你 解渴的方式 是喝水 你只要去把水拿来喝了 你就能解渴 你喝水之前 你不用祈求 你喝水之后 你不用期待 你只要知道 口渴要喝水 可是如果你喝了这个水 不能解渴 那怎么办 你要想 这个水应该能够解渴 可是我现在喝了不能解渴 表示我喝的 不是可以解渴的水 你可能喝到酱油 可能喝到酒 可能喝到加了太多盐的水 导致于你不能解渴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智慧 当你在解决痛苦的时候 解决问题的时候 问题没有解决 你在解决的时候 你不是靠祈祷 不是靠期待 你是靠你的智慧 靠你知道 如是因如是果 如是苦 如是灭苦之道 其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苦灭不了 那肯定你在哪一个环节 你在哪一个原料里面 你在哪一个赤地上 你掉了 你没有做到或做得不好 你绝对不会怀疑佛菩萨不感应 佛菩萨的感应不感应 不是 佛法真正的感应 不是发生奇迹 莫名其妙的事 不是 一台飞机 大家都死 只有你念佛不死 那个叫做感应 不是 但是我们的感应 都是偏向这一种的 大难不死 忽然间 我去拜佛 忽然间买采卷就中了两百万 佛菩萨真有感应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佛菩萨的感应 如果你这样认为 那么你就误会佛法 我们对佛法的误会太深了 我说过 我之前 一天念一遍金刚阶 后来 我爸爸生病 我为了表示我的虔诚 我早上送华原经 晚上送法华经 为什么 因为我听说 佛陀最初讲华原经 最后讲法华经 而且我送的时候 我为了表示我的虔诚 双盘 还结那个法界定印 过虔诚了吧 为了表示我的虔诚 专注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越虔诚 那么佛菩萨就越会感应 是不是 但真的这样吗 我以前念金刚经 那金刚经 我就要念到最正确的版本 就找到江卫农居士的教证本 因为我怕那个版本念不对 功德会减少 真的 那么我的智慧就不能增加 后来 后来 后来念了金刚经 因为金刚经前面 金刚经前面 还有什么 进口夜增缘 进深夜增缘 进义夜增缘 后面还要安土地增缘 那么念完了之后呢 念完了之后 后面还要念个补缺增缘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念 有没有念 因为怕遗漏了 念错字了 功德就少了 是不是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表示 你们没有智慧 因为我问你 智慧怎么产生的 怎么样获得智慧 我们来问看看 怎么样获得智慧 念金刚经就会有智慧吗 我告诉你 后来我去浮远读书 我在浮远读了 我在浮远读了九年 教了九年书 我在浮远十七年 最后一年研究所的时候 就开始教书 我在浮远十七年 十七年里面 我本来在家的时候 一天念一卷金刚经 后来 我听说 这个新经里面也有 太虚大师念大波尔经 开智慧 应顺导师也念大波尔经 开智慧 我发愿念大波尔经 我在浮远念了大概 两部 六百卷的大波尔经 第三部没有念完 那么也有一些感应 但是 念大波尔经 开智慧 这个观念 跟念金刚经 有智慧 这个观念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 没有智慧的 观念 那更早的时候 更早的时候 不是新经大师 不是 不是沙咪出家吗 他有讲吗 沙咪出家 然后 他似乎怕他还俗吗 给他点戒巴 点得很深吗 那点到 太深了 把脑子烧坏掉了吗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没关系 我讲一遍 然后 烧坏掉了之后 就变笨笨的嘛 他师父就告诉他 你去求观音菩萨 他有一个就是 求观音 什么 求智慧 有一个记 我也不 我现在也忘记了 不会念 西花彼迪心 然后呢 莲花变地生 然后 弟子心朦胧 以拜观世音 求智慧 拜智慧 是这样吗 你们都有在拜 怎么这么熟 我偷偷告诉你 我以前也有拜过 可是我很久忘记了 弟子心朦胧 礼拜观世音 反正就像这样了 可见大家很多人 都一样有同样的经历 那么后来听说 他就忽然间有智慧了 我们就觉得 哇 这个获得智慧的方式 还蛮好用的 我们也有智慧啊 所以很早以前是拜这个 后来就觉得 拜金刚经 读金刚经 后来进一步 读大波罗经 可是 有没有智慧 有智慧没智慧 从哪里看出来 从你 有没有常常起烦恼 起了烦恼 有没有很快消除 就知道你有智慧 没智慧了吗 是不是 我们刚才讲智慧是什么 不起烦恼的能力嘛 那你的智慧不是能演善道 不是会讲一些佛法名相 而是 遇到境界的时候 好的境界 你起不起贪 不好的人 二阴二言二事来的时候 你起不起撑 好 起了撑心之后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起烦恼 知道了之后 有没有能力解决它 看起来好像都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啦 但是 你们念这种 求观音 拜观音的 念经的就很有知误 要告诉你 不可能 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有可能天天念一部金刚经 然后烦恼起来的 就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如路遇电 善 就没有了 你看那个电视剧 那个魔鬼来了 魔后波罗不容易 鬼就不见了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因为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知道了 你们求智慧 求那么久 我看你们念的都很熟 可见你们求了很久 求了很久 我求看你们 我也求过了 但我没有求那么久 后来我就转送金刚经 后来我转送大波的经 甚至 我为了要赶快有智慧 代表智慧的是哪一个菩萨 文殊菩萨 念文殊菩萨的咒 然后念虚空藏咒 那个我都弄过了啦 弄来弄去 转来转去 你都不晓 这个表示你对佛法不清楚 那么 好 那我们说 智慧怎么来 什么是智慧 除了不起烦恼 那么我们说 具体的智慧 表现在 什么方式 这是智慧有哪几种 怎么来的 那有没有人知道 智慧怎么来的 智慧就好像 一夜有牲口一夜一样 那智慧 表现在哪 哪些地方 对 文思修正 好 我们来看 什么智慧是 怎么来的 那么 能够超越生死 就是般若 度一切苦恶的智慧 是什么 这个我们后面就来讲 这个是比较深一点的 但是我们先前面讲这个 智慧怎么来的 智慧怎么来的 智慧是从 文 思 修 文所成会 文所成 这个智慧 思所成 修所成 然后后面 才有正所成会 正所成就契录了 就是我们现在 今天要讲的 波罗蜜 能够度一切苦恶的智慧 能够到彼岸的智慧 能够超越生死 烦恼的智慧 好 这个是契录 实相 但是 在得到 波罗蜜 之前 你的智慧 怎么来 文 思 修 那文是什么 文是什么 听经 诵经 其实都是文 诵经 你之所以诵经 我们一般诵经是这样 以前我诵经干净也是这样 我们在意的 在意的是 我有没有虔诚 我有没有专注 我有没有一心诵这一部经 如果有了 我诵完经之后 自然就会有功德 是不是 所以后面又怕功德有缺失 怕哪一天 怕念经的时候 起妄想 不好 念错字 不好 所以后面加个补缺真元 把它补圆满 你只有文 甚至你 你只念过 念过就好像什么 释迦摩尼佛举一个批语 大部分的人念经 就好像拿一根铁的汤匙 去舀那个汤 那个铁的汤匙天天在试那个汤 酸甜苦辣 试了几十年的汤 他都不晓得那个汤的味道是什么 为什么 他不入味 如果你是一个木头的汤匙 他就知道 聪明的人 诵经就好像舌头在尝那个味道 不聪明的人 诵经就好像 那个汤匙 在尝那个汤的味道 过水而已 根本就没有作用 也不知道他是酸甜苦辣心肝 不知道 你诵了经之后 你都不晓得经在告诉你些什么 他在说什么道理 那我们讲过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诵经 学佛要学些什么 诵经要了解什么 了解些什么 我诵完经之后 那么我得到了什么 你诵完经之后得到什么 平安 清静 欢喜 我告诉你 那个都是暂时的错觉 真的 为什么 烦恼来了 这些都没有用 你在佛堂诵经的时候 不太会起烦恼 有烦恼也压下来 出了佛堂 那就不一样了 境界来了 刚才的金刚波的波罗密经到哪里去了 刚才的一切有无畏 如莫万泡涌到哪里去了 没有 你还会记起来吗 你在佛堂念的都是 佛陀讲的经 除了佛堂念的都是 家家有本然念的经 我问你 这样念经有什么效 所以我们 你必须要知道 智慧怎么来 智慧不是求来的 福报都不是求来的 怎么来的 修来的 谁修 自己修 我们都希望不要自己修 钱捐给师父 师父送金回向给我 我就有智慧 常常都有人带着小孩子 师父你这么聪明 帮我儿子加持加持 我如果这么厉害 这个手这么厉害 我天天摸我就成佛了 对不对 我天天摸我自己不就成佛了 我天天加持还不多 每一个人 父母怎么爱子女 你也不可能说 哎呀 明天要考试 我看你读得这么辛苦 你赶快去睡觉 妈妈帮你读 回向给你 你考试就好了 有办法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也知道他要考 他要自己读才懂的嘛 他怎么可能 我读了懂了 回向给你 你就懂 好那 我送金给你 你会有智慧啊 回向给你 你会有智慧吗 我回向给你 会有福报吗 没有嘛 可是我们的观念 都是这样 我们 你求师父 那是一求 求菩萨 那是二求 求佛 那是三求 菩萨 师父 功德没那么大 观音菩萨 有智慧吧 有智慧 我拜观音菩萨 我念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 给我智慧 弟子心朦胧 礼拜观世音 你也知道你心朦胧 但是 智慧不是求来的 怎么来的 文 诗 修 每一本经典 我们现在 再讲到这个智慧 修多罗赐地所显 修多罗就是金 我们是一次讲三个小时吗 还是讲一个小时休息 一个半小时休息 休息十分钟吗 修多罗赐地所显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指这个用的吗 修多罗赐地所显 他是在讲什么 每一部经 一定都包含 他的修行赐地 所以波罗经叫做 赐地行 赐地修 赐地道 赐地正 每一部经 不管是普门品 不管是地藏经 不管是药师经 不管是金刚经 都有他的修行赐地 你有没有读出 他的修行赐地 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 给你暴露 暴露很久 你回来 只是到念那个人的名字 然后车就自动开到目的地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说 你读了经 就要像我们要学佛 我们要学些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学佛第一个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要学佛 第二个就是 学佛都学些什么 你诵经的时候 你在意的就是 我念的大不大声 念大声见大佛 对不对 经念大声就得大智慧 我为了要得大智慧 我念那个最大的 大波罗经六百卷 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你顶多只停留在闻 甚至 你的闻都不深入 都没有沉 你怎么可能有智慧 烦恼来了 你连你起烦恼都不知道 佛法说 有贪之有贪 你有贪你都不知道 有称之有称 有称你都不知道 那么知道了 你也不知道怎么服称 就好像你不知道 你生的是什么病 你怎么可能医得好 你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 你找不到药 一样医不好 找到药了 你没有按时服药 人家早上要吃白的 晚上要吃青的 你早上吃青的 往上吃白的 那也不好 人家是一天吃一次 你为了怕麻烦 一天吃三次 那也不会好 一样的道理 他有修行 你有他的次第 你必须按照次第 这个次第就是什么 八正道 八正道第一个是什么 政见 政思维 你连政见 政思维都没有 佛教徒 基本上 很多都是 集体不思维 集体不知道 世间年是疾患这样的 今天 如果有人跟你讲 在五月五号 吃三个种子 听说 今年运气会增加好 你一定会说 你也信这个 但是回去 就真的自己吃三个种子了 信不信 为了表示你的智慧 你会说 这个你也信 但是 说不定真的 你就 你回去就吃三个种子了 不要骗我 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代表是什么 一般人 集体不思维 所以 佛法 你看 我们很习惯是这样的 你必须要理解 学佛 学些什么 怎么学 那么我又学了什么 诵经 你明白了什么 诵经主要在明白道理 我常常说 书胜在理 不在文字 功德从心 不从声音 我们会觉得 我们声音念得正确 每一个字都念过 没有漏掉 那么我们很专心 那这样就有功德 书胜在理 在那个道理 不在文字 这个就讲到 波罗有三种波罗 功德从心 不从声音 诵经 最重要的是要明理 明白道理 这个理里面 有它的修行次第 那么 明白道理之后 做什么用 要进化 那么 调制 我们的烦恼 就是身心 你诵经 每一部经 我们刚才讲 每一部经 修多罗次第所选 每一部经 它都包含 那几个部分 第一个 第一个 它一定告诉你 它有它的宗旨 诵经的原理 就是说 这个修行的原理 然后修行的方法 那修行的方法里面 有修行的次第 然后最后 会讲修行的功德 那我们都不看前面的 我们只看到 念这部经 有什么功德 我讲上举一个例子 念大悲咒就好 你知道大悲咒 出自哪一本经吗 大悲咒出自哪一本经吗 千手千眼 大悲心陀罗尼经 千手千眼圆满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经 我们简称 大悲心陀罗尼经 好 大部分人念大悲咒 都是 看重他 大悲咒 第一个 很有感应 对不对 第二个 功德很大 感应比较快 功德比较大 所以 很多人念 甚至 佛教界 佛教界 举办 不管什么法会 要施食 要撒尽 基本上都会先念 一遍大悲咒 做什么用 撒尽 怎么样 明仰两利 怎么利 明的利在哪里 仰的利又在哪里 明就是死去的人 鬼道的众生 那仰 活人 死人活人都得利益 好 那得了什么利益 你念完大悲咒之后 你看见 活着的人得什么利益 死着的人看不见 你认为他得了什么利益 我先问一个就好了 你们什么时候会念大悲咒 什么时候你会念大悲咒 除了早晚课之外 你有什么需求 那个是功课 你一定要念的 那个不算 除了早晚课之外 你什么时候你会念大悲咒 你什么时候会念大悲咒 你最近 因为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或想要解决什么事情 你会念大悲咒 你害怕的时候会不会念 会嘛 害怕的时候会念嘛 对不对 晚上睡不着 或是有鬼压床的时候 会不会念 会念嘛 是不是 你为什么觉得念大悲咒有效 因为 因为经典讲的嘛 而且大家都说有效嘛 我现在不是说大悲咒没有效哦 我是说 我们要探讨他的道理 原因 我们刚才讲嘛 智慧就是 你明白 如是因 如是果 佛法两个字 因果 事地就是因果 苦疾灭到 苦 苦就是结果 疾就是苦因 灭 就是离苦的 灭 灭这个苦的 这个是胜 胜果 道 就是因 就可以灭苦的因 灭苦的 这个苦灭掉之后的果 是灭 那么 苦灭就是灭嘛 道呢 灭苦之道 就是因 不受苦的原因 好 事地 无非就是讲因果 缘起 有因有缘 世间起 世间会苦 有因有缘 世间面 简单讲 有因有缘 你会受痛苦 有因有缘 你不会受痛苦 你 以前 我什么时候念大悲咒 害怕的时候 一个人走 旁边都没人的时候 为什么 我念的时候 鬼都会退散 甚至 有一次 有一次 因为有一些人 他会有那种 附身 就是有那种 咱们说卡到阴 卡到阴 他会来找我们 那我们的方式 我们解决的方式 基本上 第一个 我们念大悲咒 然后给他喝 就像基督教 喝圣水一样 退散 恶鬼退散 类似像这样 那你知道 什么叫大悲咒吗 什么叫大悲咒 对啊 你很有大悲心啊 那你念这个大悲咒的时候 你的心 在意的是什么 有没有用咒 把这个鬼打退 有没有 我问你 这个叫做大悲心吗 这个是什么心 这个是什么心 你说不是啊 可是我希望这个人好啊 那那个人 那个人是众生 那个鬼不是众生 这个是杂兰心 你喜欢的人 你希望他好 你不喜欢的人 你就希望他不好 你用大悲咒 来保护你喜欢的人 打击你不喜欢的人 跟你不相关的人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你的大悲咒 不是大悲咒 那什么是大悲咒 你如果去看那个 牵手大悲心头颅尼经 其实他也告诉你方法 念咒 不过是一种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存心 所以我们讲行为 刚才我们有讲 你错误的观念 我们刚才有讲 业分身口意 身口意 但是一切业 一切法 意为主导 它是主导 善跟恶 由意决定 这是心 心决定你这个身口的业 是善业还是恶业 佛教史上 有两个 出佛升学的人 第一个 我们知道 谁 提佛达多 出佛升学 结果呢 结果他怎么样 下地狱吗 是不是 另外一个呢 有没有人知道 另外一个出佛升学的人 是谁 齐婆 齐婆是谁知道吗 佛的医生 不是佛的医生 佛教界 专门在帮比丘 帮佛看病的医生 佛有一次 被那个木头的穴 插到这个脚 流血了 那个木头的穴在里面 齐婆要用刀 把佛的脚划开 把那个木头拿出来 把那个刺拿出来 有没有出佛升学 有 他也出佛升学啊 他怎么不下地狱 他去哪里 他去道立天 他上升天了 一样都出佛升学啊 可是为什么 提佛达多下地狱 齐婆去升了天堂 恶心出佛升学 善心出佛升学 一样出佛升学 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地狱 再讲 佛 成佛 是因为受到谁的供养 牧羊女嘛 苏家弟嘛 是不是 因为佛吃了他 那一碗粥之后 有力气 走到 走到菩提树下 打坐 成佛啦 他这个供养 让佛陀成佛 那佛涅槃 又是因为谁的供养 谁的供养 纯陀嘛 就是 他吃了纯陀的 那一碗 沾坦木耳粥之后 拉肚子拉得很厉害 那个是最后一餐 后面好多天都没吃 没办法再吃 因为这样 佛入涅槃 当然佛已经 本来就宣布要入涅槃了 但是因为这样 让佛 就是 受到非常大的痛苦 而且就是入涅槃 大家都责怪他 但是佛陀讲 牧羊女的供养 跟纯陀的供养 功德一样 为什么 因为 他们都是善心 虽然结果不一样 但是 都是善心 提伯达多的出佛生学 跟齐婆的出佛生学 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心不一样 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天堂 所以佛法讲 心为一切法主导 重点在这个心 一样打人 一样骂人 但是 因为你的心不一样 所以你的业不一样 因为你的业不一样 所以你的苦恶不一样 所以这个心 是主要的决定 你用什么 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来探讨 你用什么心 来念经 你用什么心 来念咒 你用什么心 来念佛 你用什么心 来布施 你用什么心 来拜参 你说 我都是好心啊 你的好心 你的好心是杂兰心 就是你虽然是好心 可是是为谁好 为自己好嘛 所以你只考虑到 你只考虑到 我有没有好 我喜欢的人 有没有因为我变好 其他的人好不好 不关我的事 我问你 你这种心 叫好心 那其他人 那还有什么心 是不好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 为自己好的心 大悲心 陀罗尼经 他告诉你 怎么念大悲咒 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 为别人好的心吗 你真的是大悲心吗 什么叫大悲 大悲到底是大在哪里 大悲大在哪里 大在哪里 大在哪里 哪有呢 大在没有简则 不管是谁 我都希望他好 金刚经的说法就是什么 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我皆令路 无余涅槃 而灭肚子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不管是谁 我都希望 他因为我 变好 而且 而且 究竟的好 不会再不好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 不管他是男的 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这个是印度人对众生的分裂 我们现在的分裂就是 不管是男的 不管是女的 不管是年轻的 不管是年纪大的 不管是跟我有关系的 不管是跟我没关系的 不管是民进党 不管是共产党 不管是国民党 我都希望他 大在于你没有简责 你没有私心 这个才叫做大 观音菩萨为什么叫做大悲 他叫做千处祈求 千处印 他要帮助你 他要不要先看身份证 你跟我有没有关系 你是哪一个政党 不是 你只要需要 他能够帮助你 他就去帮助你 叫做普门视线 但是我们的心 跟观音菩萨的心不一样 你的心不是大悲心 但是不是大悲心 来念大悲咒 会不会感应 不会 你说可是很有感应 我告诉你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这一块 你感应的不是观音菩萨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这一块 你就是拜妈祖 也会有感应 但是我们说过 真正的感应 不是你见佛 不是你见菩萨 真正的感应 是与法相应 你了解 他的心形 你的心 等同他的心 你所做的 就是观音菩萨 平常在做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们都没有 我们平常 中国佛教有很多法门 尤其是大政 观音法门 地藏法门 药师法门 净土法门 弥勒法门 非常多的法门 那 我们都误解了 这些法门 就好像我们讲 般若法门 般若法门 好像天天送般若经就是了 观音法门 拜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送普门品 念大悲咒 我就是修观音法门的人 我告诉你 不是 观音法门 一定要有 观音菩萨的心跟行为 什么是修观音法门的人 你天天 刚才我们讲 诵经一定有 他的修行次第 修行方法 修行宗旨 修行功德 有他的修行宗旨 有他的修行方法 有他的修行次第 有他的修行功德 我们只在意修行 这样念有什么功德 可是这些功德怎么来的 一定是从修行来的 你的修行是什么 你的修行就是念经就是修行 念完了就是修行圆满 不是 你有病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 病就好了吗 病不会好吗 你要怎么样 要吃药吗 医生告诉你有哪些禁忌 你这个病不能吃蒜头 不能吃花生 不能吃酱油 你要多做运动 要多休息 他告诉你要做的 你要做 他告诉你不要做的 你不能做 然后你按照方法 按照次第 你的病就会好 你说那我没有病 我要让身体更强壮 做训练 你听从营养师的建议 我要更健康 我现在没有什么 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我要更有智慧 更有福报 我要怎么修 一样 听从营养师的建议 你要多吃什么 多吃什么 你如果打棒球的 要让手更有力量 你要怎么训练 你踢足球的 让脚更有力量 你要怎么训练 你要修大悲法门 你要修大怨法门 你要修大恨法门 你要修大治法门 要修大慈法门 没关系 都可以 但是你要怎么训练 他有方法 你不是送完经就没事了 功德就有了 不是 不是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不是 那是什么 他有告诉你要怎么修 有没有人读谱门评的 金刚经刚才有人读 那金刚经怎么修 你想过我经念完 他告诉我怎么修 你一定要知道 不管你送什么经 无量寿经也是 很多人现在都是净土 我们要念佛往生的 可是我告诉你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在念无量寿经 那么多人 念佛要往生 都不晓得 无量寿经 跟你讲清楚 往生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 我看来看去 听来听去 没有什么人知道 就只知道 就只知道念佛 专心念佛 一心念佛 然后回向发愿 然后就等待 阿弥陀佛来接 不是 先下课 我看来看来 你怎么办 我看来看来 你怎么办 我看来看来 我看来看来